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已经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你们看我是谁 你们也认不出我是谁了 是谁呀 是一个精灵 是一个神话 他已经出神入化了 像杨丽萍跳舞的时候 他已经不再是云南人 不再是哪一个国人了 他已经是个自然之子 光明之子 所以这样的人就达到忘我的 什么人能够忘我呢 就是无私无畏才能忘我 你不要老想的 你做文学工作的时候 不要老想的 哎呀 这能给我带来什么好处 哎呀 我这么写 惹麻烦怎么办 这个教授怎么看 那个评论家怎么看 没有 杨丽萍说舞蹈是天地之间 与天地的对话 金言尔在冰面上说 舞蹈是自由 是生命的升华 是人与冰 天与地的一种撞击 出来的璀璨的花朵 所以她这个是冰上的皇后 我觉得这个这么多年啊 我这次看到这个冬季奥运会啊 就是我给大家说的我的一个新的体会 就是我说的这个明前茶 这两片茶呢 新的美的请大家尝尝 那么我现在还要往这个杯子里啊 割一片苦涩的一片大叶子 这片大叶子也是明前茶 但是它是一片叶子 很沉重 我也是用最新的感受和最新的语言来告诉大家 大家知道 就在这一两天 重庆的两条江 这个水位干枯了 就遇到了百年不遇的枯水期 大家知道长江有涨水期和枯水期 你们知道吗 就是每年到了夏天 也就是它的那个什么唐古拉山的河水啊 雪的融化了 水流就丰沛 到了冬天这是枯水季节 三峡大坝刚刚涨水涨到175弦高了 最后落下来涨到了160多米的时候呢 突然不行了 砸关下来 水本来应该涨上去 现在水突然落下来 自然不干了 长江不干了 落出来了 有的千年不见的石头 这里面呢 我就跟大家讲 这个石头当中的这个传说 大家知道 重庆有两是嘉陵江和这个闽江 嘉陵江相会嘛 我在长江边旅行的时候 我听到过这样的这个传公号子叫 重庆下游两条江 寸滩黑石要遭殃 好一个铜锣敲不响 好一床段子铺盖抱不上床 什么意思啊 重庆下游两条江 寸滩黑石要遭殃 寸滩和黑石都是江的名字 霞江的名字 寸滩黑石要遭殃 好一个铜锣敲不响 铜锣就是铜锣霞 是一个峡谷的名字叫铜锣霞 好一床段子铺盖 好一个段子铺盖抱不上床 我以前一直不懂 什么叫好一个段子铺盖抱不上床 当大家坐着船在江面上 旅游的时候旅行的时候 一江春水滚滚涌来的时候 你突然感觉那个波光淋淋的江面 就好像一床段子铺盖 好一个段子铺盖抱不上床 这么优美的江水 现在呢人为地改变了它 那么浮出了两块岩石 一个叫沙帽石 它那个石头啊 你们去网上看 特别像古时候当官的 戴着这个乌沙帽 叫一个沙帽石 而这个沙帽石呢 有一个传说 也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在1621年明朝的时候 这里有叛兵 就是有人叛乱造反 明朝呢派了一个人 叫做董靖伦 董靖伦 靖就是靖可能的靖伦 就是伦理的伦 董靖伦呢 他去来平息这个叛乱 最后呢 在这个沙帽石这里 中了埋伏 牺牲了 所以这个沙帽石呢 这个在石头上面 古人就有提了五个字 董工大概是牺牲处嘛 还是什么 董工什么处 迅难处 董工迅难处 可能是这样 这是一个沙帽石浮现 因为长江水枯了 另外呢 还有一个更不得了的一块石头 露出来了 千年不露出来的啊 叫做夫归石 就丈夫回来的石头 这块石头呢 是要江水位置特别低的时候 才能够浮现出来 传说呢 在大雨治水的时候啊 大雨啊 来到了 这个重庆这个地方 当时叫江州 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姑娘 就是叫做 在屠山认识了一个美丽的姑娘 就结婚了 这个屠山女啊 就是大雨的妻子啊 给结婚了 结婚以后呢 两个人都非常恩爱 可是呢 这个大雨不是一般人 她要去治水啊 治水就离开家了 离开家 去疏通河道 结果 回来几次啊 还过门而不入 大雨过门而不入 是有名的 所以她的妻子啊 这个屠山女啊 就很想念她的丈夫 就站在这块石头上 盼望着她的丈夫的归来 所以这块石头 叫做夫归石 就丈夫回来的石头 就承载着我们民族的 神话记忆的石头 怎么样呢 现在重庆航道局的人 要把这两块石头都炸掉 因为他们影响了通行 那么我在这里 讲这个故事呢 就是这一片茶叶 有点大 有点苦 是我前面这十年 做的工作 我们今天知道了这件事 前面十年 我们在我们不知道的时候 在全中国的每一座城市 每一个地方都在不断地发生这样的事情 也就是说 把我们承载着历史记忆的文物摧毁 为了什么 为了通行 为了发展经济 这是一个很沉重的 很大的话题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 对还是错 争论不休的 但是文学的立场 或者说我个人的立场 显然我是站在沙漠石上的人 我是站在夫归石上的人 我不是航道局的人 我愿意跟这个石头共存亡 没有道理的 因为这是祖先留给我们的 它承载着历史的记忆 但是现在要发展航运 怎么办 我也要坐船 我也要 希望这个船更大更稳 我也在享受现代文明 所以呢 这是一个深刻的矛盾 那么这个深刻的矛盾怎么解决 所以我自己在这件事情上 是立场坚定旗帜鲜明的 我认为这块沙漠石也好 这个夫归石也好 不属于哪一代人 更不属于一个航道局 我举个例子来讲 比如说我们家 买了一块地 我盖了一间房子 我在房子 在我们家这个房子 我们家这块地里面 挖出一个古墓来 比如说曹操的墓 现在出现了 那挖出一个曹操墓来 这是我家的地 这个曹操墓就是我的 错 这个地虽然是你的 归你管 但是这个文物不属于你的 是属于国家的 是属于全民族的 我们有法律的 理解吗 我要是如果是律师 我就替沙漠石打官司 沙漠石是文物 虽然它不是一个墓 但是它是一个文物 它承载着 1621年一个雪的记忆 复归石是一个文物 它承载着我们民族 最珍贵的历史记忆 这个比 一座帝王的墓 还要珍贵 你怎么航道局的人 为了开一艘船来 就把它炸掉 你是没有这个权利的 但是权利在他们手里 我这里呢 只能说一些 怎么说 无形的呼吁一下 文学是什么呢 文学 就是这种苍白的 微弱的呼吁 就是这种呐喊与彷徨 这种呐喊在任何时代 听起来都是苍白的 都是微弱的 可是放到漫长的时光中 文学是强大的 大家要有信心 那个时代 段祺瑞政府杀了学生 段祺瑞哪去了 灰飞烟灭 但是鲁迅的文章留下来 真的勇士 敢于直面 惨淡的人生 这样的话 千古流传 所以文学 在现实当中是弱小的 不堪一击的 是苍白的 微弱的 但是从长远的时间来看 文学是强大的 要有信心 这是我说的 这是我们当今发生的这个事情 这是这些传说故事 另外浮出江面的 还有叫石门 两块石头 传说是两颗龙的牙齿 其实所有这条江 并不是到这个时候 才出现了这个石头 才出现了这种传说 我这些年 一直是因为 着迷这些神话传说 着迷这些 珍贵的历史记忆 我要去打捞它们 我要去拯救它们 我才花了十年的时间 做了这些工作 所以 长江边实际上浮现出来的 每一块石头 都是有名字的 有记忆的 我这里不是说 大家都去长江边 把石头的故事都记下来 当然能去也好 我是说 我们每个人身边 都有一条江 都有一条河 我们都有自己的故园 有自己的历史记忆 我们每个人 热爱文学的人 从事文学工作的人 是不是可以凭着 自己的这份心 凭着自己对故园的 这份热爱 毫无道理的 与生俱来的这种热爱 我们把它保存起来 把这种记忆保存起来 文学是无形的 我们可以记录这个故事 传颂这个故事 这个就是我说的 文学 汉语文学创作的影子 这杯茶 喝完了 我们下面讲一个 第一个大的话题 第一个章节 叫做 神话 就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契机 第一个大的话题 就是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契机 人们通常喜欢用动机 我觉得动机不准确 要契机更准确 文学创作的源泉和契机 我第一堂课就给大家布置一个作业 我只叫你们做一次作业 你们好好做好不好 就是说你们能不能记得 你们出生以来 自己最早的那个回忆 就你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第一记忆 第一印象是什么 西方心理学上讲 一个人对这个世界 对这个生命的第一印象 往往决定了你的命运 如果你能够记得 你的这个出生的第一印象 你们把它写出来 做一个作业交给我 不限时间 期末以前交就行 最好尽早交给我 这样子每个人都不可能是一样的 你们也不必要上网去查 而且当我们 对呀 网上没有啊 因为现在你们动不动 就我做什么作业 网上一剪一切 你们都是高手 怎么办 我要看那个干嘛 不要 要去寻找自己的第一记 而本身 这个旅途 这个打捞失落的记忆的旅程 就是文学创作 大家注意到没有 当我们在面对这个作业题目的时候 当我们在面对这个课题的时候 我们每个人 都是大作家 是吧 都是很强大的 因为我 立刻就能找到一个 独一无二的 你不要说我没有记忆 你不可能是失忆的人 你就算没有记忆 你童年都没有 你最早 我只是说你能回归到 追溯到多早就多早 你哪怕就是 记得 你只记得昨天晚上的事 那你就去昨天晚上 它也是个第一记忆 不要紧 你说你以前都失忆了 都不要紧 但是前提是什么 你是唯一的 你在这个回答 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是独一无二的 而很多 我们面对很多别的主题的时候 我们会觉得 哎呀 这题目怎么写啊 大家人云亦云的 我的心意在哪里呢 我的创造在哪里呢 我们去寻找那个 我们有独创的题材 不就完了吗 你可以改变游戏规则吗 我非要让你回答 这个 这个 陈胜吴广失败的原因 一二三四五 你要做出一篇论文 做出一个 写一篇小说来 那我当然写不出来了 因为大家人云亦云 当你在一些 人云亦云的话题上 无所作为的时候 你可以改变这个规则 因为课题 小说 诗歌的名字 写作的 作品的名字 是你自己定的呀 你定一个 只有你才有发言权的 不就完了吗 改变这个游戏规则吗 所以当我们 面对这个课题的时候 每一个人都是大作家 那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 为什么 我们在面对这个问题 是大作家 因为它是唯一的 另外一个呢 重要的原因就是 因为 这个问题可以唤醒 我们对 生命的原初的回忆 对雇员的回忆 你一个人在文学工作中 在创作的道路上 什么时候越来越强大 什么时候就萎靡了 就消沉了 绝望了 就是说 当你寻找雇员 带着对雇员的热爱 寻找雇员的时候 你就越来越热爱文学了 你在文学上就越来越强大了 当你背景离乡 忘了本 忘了雇员 就觉得家乡的人也很讨厌 家乡我也不想面对它的时候 你这个人在文学上 就像一个枯萎的苗 立刻就枯死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 我们很多文学院的人 不光是人大的文学院 学文学的人 读到博士的时候 基本上他已经痛恨文学了 因为文学已经把他折磨死了 写那么多论文 看那么多书 导师 啪一百本书 这个看下去 我就是不高兴带研究生 我的研究生就坐在这个课堂上 我也不怕把这个秘密告诉你 我不愿意带研究生的原因 就是说我一带不是给人家添乱吗 人家带研究生都要看一百本书 我说你们不许看书 这个礼拜不许读书 好好想 人家写论文的时候都要加注释 加拉丁文的注释 加那个西班牙文法文的注释 没有注释 注释不标准通不过 我说你们写论文不许用注释 一个都不许用 只能用自己的话说 那我不是跟人家老师添乱吗 算了 你们是多数 我是少数 你们强大 我弱小 你们带研究生 我都不带了 我让研究生到这里来听课 听到多少算多少 这就是我多年以来坚持的 大家知道我在这里讲得轻松 我是熬过来的呀 多少人拍着我的脑袋说 说 小王啊 不能这样 我们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样的 我第一次上课的时候 我写的那个讲稿 我们那个导师 我们讲了那么多年的课 都不敢这么讲 你怎么能这么讲 改 叫我改 没办法 我叫上去一个稿子是那样的 我讲的时候没办法 我只能按照我的心愿讲 我要照着那样的讲的话 我现在就不在这讲 你们也不听我讲了 我可能就变成什么教授啊 拿着这个讲义啊 都不是这样的讲法 理解吗 所以文学从一开始 路子就要正 根正苗红 往大海里走 往大地深处走 走在太阳下 就像那个崔剑有一首歌 我们八十年代上学的时候很喜欢 你问我要去向何方 我指着大海的方向 这就是文学的方向 就是说文学啊 它要有一个源泉 刚才我就讲到 我们个人在回忆童年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不一样的感受 那么我们就现在讲 一个民族也是这样 所有的民族的文学和文化 哪来的 它都是从童年的最初的记忆来的 童年的记忆是文学的源泉 智慧的源泉 所以我们要了解自己 要想当一个作家 首先每天回忆童年 不断地回忆童年 你不同的年龄 回忆的童年是不一样的 童年就像 接在我们生命树上的果实 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不断地变化的 它的色泽 它的滋味 它的大小尺寸 光子都是不停地变化的 我们把童年的果实 挂在自己生命树的枝头 我们让它不断地变得更加茂盛 那么同样呢 我们在回忆人类童年的时候 我们进入我们的主题 就是看各个民族的神话故事 它成了所有民族的文学的源泉 文学创作的源泉 我们现在讲一个希腊神话 讲一个中国神话 讲一个圣经神话 讲一个长江边的神话 我们这样把人类的童年和个人的童年 把这个民族的童年和那个民族的童年的神话 融为一体 变出我们的感受 创造我们的作品 向金言而同之学习 画的 画 我在他身上看见一个出神入化的画 就是 佛教当中有一句话叫 迷失三界有 物后十方空 当我们迷惑的时候 就是这是中国的 那是韩国的 这是传统的 那是现代的 物后十方空 当你觉悟的时候 没有界限 就是找到了这个一 就找到了一个最根本的这个一 这个原初的这个一 有了一 老话说 知一者无一不知 不知一者亦无所知 你学了半天没用 都是画的零 你要有个一 就是我们要把它融为一体 感谢观看 你学习说